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 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2019年马来西亚 选与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 卢君洪台长太平绅士 以近20年的慈悲付出 为全世界一千万佛友 开启心灵之门 使观心菩萨和平之光 便照十方 佛法智慧指引人间离苦妙法 慈行普渡 共助世间极乐净土 卢君洪台长深入浅出 全世大成佛教义礼 不分昼夜全年无休 弘法足迹遍及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 心灵法门令众生 消灾离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 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君洪台长 世界和平奖 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获得意大利西安纳大学 荣誉课作教授 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 佛学与哲学讲师 马来西亚拿督 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 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 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 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 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卢台长在英国国会 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今年5月 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为赛节庆典 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 与和平理念 走向世界 卢君洪台长 新系马来西亚佛友 特别来到吉隆坡 与大家结缘 将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 普照有缘 今日我们有缘 相聚于此 共瞻伐喜 共目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 慈悲无畏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今天法会的程序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 接着 卢君洪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 接下来 还有一位同修与我们分享他的学佛感悟 最后 卢台长将会为我们现场和图腾解答问题 请您事先准备好各自的问题 当抽到您的号码时 请到台前准备 恭请卢台长和图腾的时候 如果您询问的是在世的人 请您告知卢台长 他的生肖和出生年份 如果您询问的是过世的亡人 请您告知卢台长 亡人的姓名 以及准确的写法 首先 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卢定伟同修 与我们分享 通过心灵法门 卢同修多次救度 突发重症的父母 神奇康复 化险为夷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星菩萨 莫合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诸位佛菩萨 与隆天护法 感恩 恩师慈父 如君洪台长 各位尊敬的师兄和佛友 大家好 本人是来自基隆坡 卢定伟同修 今天要分享 如何帮助母亲 通过三大法宝 保住了母亲的生命 在2016年 当时正在工作的我 突然接到电话 说母亲冲凉之后 在休息时 突然口吐白铺 全身僵硬 线路昏迷 吓人六神无阻 只是在电话那头哭 我立刻放下 手头上的工作 立刻赶去医院 赶到医院时 母亲已经昏迷在警局室 三四个小时 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根据医生的诊断 母亲是突然中风 导致半身僵硬 那年是母亲六十六岁的大节 意识到关节的严重性 当下求了关心菩萨 将自己在2015年 许愿赐全数的功德 红法功德 住院设佛台的功德 将全部功德 转给正躺在病床上 病危的母亲 还有2016年法会 30%的功德给母亲 许愿念中108章 小房子给母亲的妖精者 没想到 关心菩萨真的大慈大悲 就在许愿后的当下 当我走进紧急室的时候 没想到 我的母亲竟然醒过来了 看到这一幕 眼泪在空住不住的情况下 飘出来了 连声感恩 关心菩萨妈妈的大慈大悲 帮助母亲 过了这个大节 2017年2月份 新加坡 8万人的零三大法会 真准备要出门 做义工的前几天 突然又接到叫人来的通知 这次是父亲 父亲痛懒中风 医生诊断处是血管阻塞 半身僵硬 眼睛嘴巴已经歪了一边 当时叫人劝我 不要去做义工 留下照顾病危的父亲 但是想起师父说过 法会的功德 大的可以救人一命 于是 不顾家人的反对 一直坚定 坚持出席法会做义工 并将在法会期间 当义工和弟子 培训班的功德 20%转给父亲 还有次数的功德 全部给父亲 没想到 弟子培训班完毕后 就收到家人的信息 通知说 父亲醒了 可以开口说话了 让我们再次见证奇迹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关心菩萨的慈悲救度 来到2019年4月份 因为母亲不舒服 已经发高烧 陷入般昏迷 医生诊断出 母亲第二次中风 家人马上带她 办入院手续 医生说 在接下来的 72小时之内 如果母亲 继续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前往医院的路途上 想到这年也是母亲的69岁 大节 我就从内心发出 很悲伤的声音 喊着关心菩萨 孩子叫母亲 母亲你听到吗 我的人间母亲 在医院有生命危险 请大慈大悲 观心菩萨 保佑我的母亲 你撑过这一劫啊 再同时 我也许愿将 2017 2018 2019年 法会医工功德 转30%给母亲 蔡氏弘法 职办义工 素食品尝会 住园社佛台 吃书功德 就转给妈妈 奇迹又再次出现 去到医院的时候 母亲已经醒了 眼睛睁开 但喉咙好像有东西 卡住 不能发出声 医生说 虽然母亲醒了 但是还没过72小时危险期 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和教人说 不用怕 我们有观心菩萨妈妈在 在医院里 我许愿念中 一千张小房子 给母亲的腰筋子 师父说过 放胜一万 超处霸难 当下 也为母亲 许愿放生 一万条鱼 和先生说法 再一次感恩 欢欣菩萨妈妈保佑 和感恩一路 力挺我的太太 爱护我的家人 支持我 修心灵法门 因为她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无辜忧虑 心无寡癌的修心学佛 歇歇齐己的一路陪伴 放生后的当天 母亲竟然奇迹般的 能坐起来 还可以大胜说话 如果没有观心菩萨妈妈的 大慈大悲 我的母亲和父亲 根本过不了这些节 经过这几次 让我更大的领悟 必须要靠自己的功德 来孝顺父母亲 希望大家能够一样 争取每一次 可以做更多功德的机会 当大简难来临时 可以救自己和家人一命 也许有人会说 不是不想吃素 只是吃素面临的 实际困难太大了 对此可以回答说 没有什么东西 能与终生的生命一较轻重 孤儿在成就终生生命的过程中 一切所为的牺牲 都是值得的 克服困难的一切举动 也都是天经地狱的 在此想分享个人经验 我是为业务经理 公司的大大小小应酬 都是我必须去做的 但却不因为吃素 对事业的发展有所影响 甚至通过吃素 在客户群里 树立了良好形象 帮助自己顺利签单 因为大众对吃素的人特别敬仰 知道学佛吃素之人 个性善良 因此留下良好形象 对事业起了很大的帮助 事业顺利 所以请大家不要害怕吃素影响事业 在此弟子我如定位 一定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今生今世 要永远跟随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心菩萨 及如台长修心学佛 弘扬信灵法门 救度众生 永不停息 永远不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心菩萨莫河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诸位佛菩萨 与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慈父 如君弘台长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马来西亚的 陈婉英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 令十年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奇迹好转 病危的孙子 转危为安 迅速痊愈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心菩萨莫河河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诸位佛菩萨 与隆天护法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恩师 游君弘台长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陈通修 今天有幸跟大家分享 我修学心灵法门后 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灵验事件 首先是患有多年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病情逐渐豪转 紧接着奇迹也发生在 因难产而生命 微 摧尾的 孙子身上 于2005年 我的儿子 中学毕业后 跟其他孩子一样 升上大学 就在大学第一个学期 他经常说 看到灵性 导致他埋亡 无法入民 性情大变 从此变得自闭 申请呆泻 申请呆滞 于是我便带他到 新加坡医院求医治疗 经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诊断为 精神分裂症 这一瞬间期 我 将我原本温馨和谐的家庭 拉入谷底 当时我还未接触 心灵法门 不知道灵性上升 业障爆发 我又在痛苦中 神求滞留 从那时起 便以幼物控制病情 一次就是十年 但并无好转 这期间 他一直听到灵性 跟他说话 骚扰他 搞得孩子 有亲身的念头 以至最后 还需要通过三次电流 来控制病情 十年后 儿子从新加坡 转院回本地 继续流程和复诊 在同一年里 他的病情逐渐恶化 常常化脾气 跟我闹 也不爱理睬我 每天早出晚归 看见一个 好好的孩子 饱少 十年 精神病痛的折磨 身为人母 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无法帮助他 感恩 关心菩萨慈悲 在2018年2月 一次机缘求和之下 我有幸通过一位书兄 接触到了心灵法门 从中得知 学佛能改变命运 听闻同学们 学佛后的各种 书生理念事件 感恩这世间 仅有如此神奇的事 我开始 每天在网络平台 观看卢台长的 图腾平时 慈悲的卢台长 通过看图腾的方式 为迷途众生 指引迷路 就会众生 如何运用佛法 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当下我便决定 开始做功课 为我自己 与我与我儿子的诱惊者 念诵小房子 希望奇迹也能降临 至我的儿子身上 2018年4月中旬的某一天 儿子都能神情呆滞 畜生换他也没有反应 急得我只能再次 将他送完一样 没想到这一住院 并是一个月半 在这段期间 我为儿子念诵了27张小房子 放生763条鱼 在收送了3张小房子后 我便见到医院的电话通知 说儿子病情有好传的迹象 待他病情稳定后 医生便同意他出院 这十多年来 不间断地介绍医学治疗 却仍然不见好转的病情 就在我念诵了38张小房子 和放生1585条鱼后 明显好转多了 孩子晚上能正常入睡 与此同时 之前需要买两个星期注射 入屋滞留 现在孩子情况好转后 只需要买三个星期注射一次 见证了在儿子身上发生的变化后 我于2018年7月 向观世音菩萨许愿 念诵一波40张小房子 放生1000条鱼 一个月出宿两天 感恩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真是不虚 在这期间 儿子开始愿意和我沟通 主动与人交流 并且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另一件灵验四季 也降临在我生主的身上 今年3月2日 我们家迎来新的生命 我的孙儿在桑巴医院出生了 但由于生产时间太长 导致孙儿一次生因脑责养 分泌述入交互病房 情况十分危机 经过抢救 医生告知 因脑确养严重 情况不乐观 只有28%生存机会 用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听到这青天霹雳的消息 我知道只有观世音菩萨 能够救我孙子 我科布隆坏地应用起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和放生 请求菩萨慈悲救救我刚出生的孙儿 当下我便许愿了一波21张小房子 放生1000条鱼 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救我孙儿 当我完成第一波21张小房子 以及放生了2950条鱼石 随后就受到医院的通知 说生儿已经醒过来了 但乃是在交互病房观察 看见羞羞双额身上插满 无情的征管仪器 心里万分难受心疼 在3月24日 我许愿念诵第二波21张小房子 当念诵之第十八章 发生至4307条鱼的时候 生儿手脚竟然能动了 就更加坚定了我学佛念经的信心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菩萨 生儿的情况转好后 便从交互病房转至普通观察病房 但仍然需要带辟透管 与伴致维持体内氧气 当时我已经烧送了61张小房子 放生了6000多条鱼 几天后 儿生儿能如正常宝宝一样复兮 深入采持批透管 体内氧气维持正常 在我放生了1万多条鱼 完成了108张小房子 生儿已经能够喝奶 气色红嫩 并且在一个月后税吏出院 见证了这奇迹 儿子既然也根据学佛念经 真是太发喜了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救度我们一家 感恩大师大悲救苦救能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佛萨 感恩大师大悲救苦救能 祝位佛菩萨与隆天父法 感恩大师大悲救苦救能 恩师如今风台长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 林书涵同修与我们分享 突发脑出血昏迷的先生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奇迹苏醒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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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最深刻的不仅 Sta Dhamma Protector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aster Jun Hong Lu. I've been practicing Kuanin Chita Dhamma door for around three years, and I'm a member of Kuanin Chita Practice Centre, Petaling Jaya Branch. My husband is a doctor and a Christian. My husband suddenly suffered a stroke on the night of May 25th. 他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他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病毒的病毒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我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我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而是森林区的病毒 他也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在病毒的病毒 病毒的病毒 我把孩子带到森林区的病毒 尤其是森林区的病毒 治病毒是在森林区的病毒 治病毒 病毒 我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我被承受到森林区的病毒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I made a vow to be a full-time vegetarian. After the admission, a neurosurgeon came and revealed my husband's case. What is poentine hemorrhage? Poentine hemorrhage is the bleed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brain, which controls consciousness, breathing,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rain, and sensations such as hearing, vision, taste, and balancing. The doctor explained clearly that aside from helping my husband to stabilize his diabetics and hypertension level, the current medical standards are not offering much hope in treating poentine hemorrhage. The bleeding was too deep, and the risk of surgery was too high. Hence, no surgeon would be willing to perform the surgery. The survival rate was so low that no doctors can even provide an estimation. When I asked the doctor if my husband has a 10% chance to survive, he said the survival rate would be lower than 10%. He then told me to research about poentine hemorrhage online to learn more about it. Will my husband ever regain consciousness? Will he ever recover? Nobody knows, but don't forget the power of Bodhisattva. My daily visits to the hospital was fatal. My husband remained in the ICU with tubes plugged into his body to keep him alive. He went into coma. Without a breathing machine, he was not able to breathe on his own. I felt so helpless and desperate, and in such despair that I couldn't stop crying at home every day. My kids are still young. Maybe the youngest is only 10 months old. My career was already stressful to begin with, so this additional stress was just too much to bear. I just collapsed emotionally. My mom bridged out to Kuan Yin Cheetah Practice Centre for advice. With Kuan Yin Cheetah Dhamma Door PGA Team Leaders' advice, I've made the following vows. Recite 177-liter houses, become a full-time vegetarian, release 5,000 fishes, share my story when my husband recover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eetah PGA Practice Centre, head of the team, and its members. With everyone's support, I was able to complete 177-liter house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eetah PGA Practice Centre's team leader, with her support, I've completed the vow of performing life liberation. In addition to this, I've released 70 turtles and two Chinese soft-shell turtles for my husband. My husband remained in the coma for 20 days, with no signs of recovery. On the 21st day, following the advice from Kuan Yin Cheetah PGA Practice Centre's team leader, I've made another vow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to recite an additional 630-liter houses and release 5,000 fishes within 12 months. On the same day after I made my vows, my husband regained his consciousness. That day was Father's Day. It was the most meaningful Father's Day for my children and me.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Weeks later, my husband told me he dreamt about Jesus while he was unconscious. One day when I was sitting beside his hospital bed, he was very excited to share with me that he saw Kuan Yin Bodhisattva in his room earlier, looking at him. He knew very well that he wasn't dreaming. Kuan Yin Bodhisattva is real and true. I asked if Kuan Yin Bodhisattva said anything to him. To reach, he replied, no. At the moment, I thank Kuan Yin Bodhisattva for blessing my husband. With Kuan Yin Bodhisattva's blessing, I know my husband will recover. Forty days after my husband regained his consciousness, he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nd moved to a private nursing home. His vision, hearing capability and sensation to pain were affected. He was also experiencing tremors on his hands and weakness on the left side of his body.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for her merciful and compassionate blessings. My husband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through physiotherapy.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he was able to sit and stand. His memory is intact and he is able to speak. With speech therapy, he is learning how to swallow again. My husband understands the severity of his pointine hemorrhage and the survival rate of his condition. He is thankful for Kuan Yin Bodhisattva's miracle and blessing which gave him a second lease of life when there was no solution or help on the medical field. He is determined to learn how to recite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focus on performing charitable deeds when he recovers. On July 29th, with the agreement from my husband as well as support from Kuan Yin Chita Dhamadol PGA practice centres leaders and members, I managed to serve an altar at home. My gratitude to Kuan Yin Bodhisattva for her blessing. My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ita PGA practice centres team leaders for her encouragement, support and advice. My gratitude to Kuan Yin Chita PGA practice centres members for their praye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of little houses. If I have said anything inappropriate during my sharing, may the greatly merciful and greatly compassionate Kuan Yin Bodhisattva, Dharma protectors and Master Lu, please forgive me.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the greatly merciful and greatly compassionate Kuan Yin Bodhisattva.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all Buddha and Dharma practitioner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aster Jun Hong Lu.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马来西亚的潘龙华同修 与我们分享 遭遇生死劫难 命悬已现 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令他起死回生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改变命运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合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以龙天父法菩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恩师慈父 如君宏台长 各位师兄 以佛友们 大家好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让我今天 有这个机会 在此与大家 分享我的学佛经历 如果在分享的过程中 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菩萨原谅 我潘龙华 学习心灵法门 五年左右 我本身是个 以求爱好者 健康一向来都良好 就在2018年的 4月2日晚间 打球半途 突然感觉胸闷 呼吸沉重 胸口一阵阵的刺痛 然后在蔓延至 颈部颈奔 疼痛 休息片刻后 同样的情况又来袭 发现情况不妥 便汽车返家 回到家后 情况仍然没有好转 反而每一次发作 比一次更难受 直冒冷汗 也不知道为何原因 最后决定前往 麻坡专科医院做检查 到达医院时 我还能自行走进急诊室 及填写一切入院手续 也能正常一般地跟医生沟通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数分钟后 我的胸口自经部 突然产生了猛烈的剧痛 那种剧痛瞬间让我不能忍受 而当场步行人事 大约半小时后 医生就把我妻子 换到病床前 要她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此时此刻 我的生命危在旦夕 心脏病随时都会再发作而暴毙 原来就在刚才短短的三十分钟内 我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两次 第一次心跳停止 做了电剧抢救 但没过几分钟 心跳又停止 又再做了一次的心肺复苏抢救 就在医生向妻子解说的当儿 我的心脏病又再次发作了 这回是第三次了 这次也正好让我妻子眼睁睁地看着 躺在病床上的我 不由自主地抽续着 一直到心跳再度停止 当然 医生又再次做心肺复苏抢救 这一幕 简直把我妻子也吓坏了 还好我妻子也是修学心灵法门 灵微不乱的她 想起了台长师父曾经说过 我们学佛念经之人 不管发生什么大事 不要急 不要慌 只要求观世音菩萨 菩萨一定会听得见 于是 她不断地求观世音菩萨来救度我 当场就许下终身吃全树的大宴 还有许愿三百张小房子给我的药金者 然后就一直不停地求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我又得救了 这时 医生给我妻子两个选择 要她马上做决定 第一 留在本院注射血管扩张药物 疏通心血管 但高风险 药物随时会导致体内大量触血 而导致死亡或终身瘫痪 第二 马上转送到外地的专科医院做心脏手术 同样高风险 万一输送过程中心脏病再次发作 在救伤车里难以抢救 随时毕命 两个选择同时都积高风险 最终我妻子还是决定了第二个选择 冒险的把我送到外地的专科医院做心脏手术 而今彦方联络 双方医院的医生也表示同意了 就在处理转院手续当中 我又再次心脏病发 再抽续 心跳再次停止 医生又再次做心肺复苏抢救 这一幕又一幕 让守在床边的妻子都急得快断气了 有幸我妻子坚信观世音菩萨 坚信台长师父说的话 我们一家四口都修心灵法门 我们的两个女儿也是马来西亚麻婆心灵法门儿童佛学班的孩子 菩萨一定会来救度我们的 非常坚信 我妻子当下就洗了第三个大愿 就是我苏醒后 一定让我也许愿终生吃前素 这大愿力一许 果然我又得救了 心跳恢复了 但是这一次 外地的心脏专科医生却拒绝接收我 坚决不让我转送 原因是发病例太频密 输送过程中太危险 所以我也只剩下第一个选择了 医生说 注射药物之后的一个小时是关键时刻 只要能在这一个小时内没大量的内触血 那危险性就降低了 医生要求妻子签了生死同意书 药物就开始注射了 从那一刻起 妻子一直为我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远念大悲咒 一直不停地念 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医生护士没有一刻放松过 一直都守候在我身边 生怕会有突发状况 说也奇怪 从那之后 我出奇的瓶颈 再也没有发作了 也没有任何的内触血的迹象 在凌晨两点多就苏醒了 恢复肢结了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各天早上 我终于成功转送到外地的专科医院 当晚就做了心脏手术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至今我都康复得很理想 所有可能性的后遗症都没发生在我身上 而我也已经许愿终生吃甜素 还在2018年12月29日成功拜师了 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我真的很惭愧 虽然兵法当时的我 并没有很精进地学佛 也忽略了功德的重要性 但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还是很慈悲我 无时无刻地在帮助我们 保佑着我们 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度过难关 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观世音菩萨都对我们有求必应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疚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会一直跟着观世音菩萨学佛修心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各位师兄佛友们 我们学佛人 如果在发生今天大事时 我们永远比别人有多一个方法 那就是我们还有观世音菩萨可以求啊 人生难得经以德 佛法难闻经以闻 希望在座还没开始学佛修心的佛友们 别再迟疑了 现在就开始学佛念经 让我们一起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 控攀四圣吧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疚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莫和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疚难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以隆天父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疚难 得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王同修与我们分享 身患重症白血病 被医院判死刑的王同修 通过心灵法门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一切指标恢复正常 重获第二次生命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哈萨 感恩诸佛菩萨及龙田护法 感恩无我力他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 尊敬的各位师兄 大家好 我今年47岁 曾是一名重症白血病患者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在末法时期悲悯众生 把心灵法门降临人间 通过念经许愿放生百化佛法 四大法宝改变命运 感恩大慈大悲舍命红法的恩师慈父 卢君洪台长 给我机会在此分享我的学佛感悟和行李 让我从一个重症白血病患者 通过短短三个月时间 运用四大法宝 一切指标恢复正常 让我重获第二次生命 那是2016年起月 我发现每天睡觉头部倒汗 之后半寸左侧腹部疼痛 刚开始还以为是吃饭压住气了 吃了顺气药和长荣脚囊 三天也不见好转 到医院做避潮检查 结果检查皮大 验血肠盔发现白细胞异常 超出正常值 血小板只有29万 正常值在135万至350万 住进医院做传刺检查 结果是白血病的医种 骨髓异常综合症M6 医生说要想治好这种病只能做造血干细胞医治 保守治疗费也得一百多万 而且风险特别大 听到这些犹如青天霹雳 整个家庭被乌云笼罩着 煎熬等待着能够找到匹配的供体 就这样一天天咬无隐讯 医生说只能选择化疗维持生命 没有治愈的可能 这个结果让我彻底绝望了 我忍着内心的剧痛 帮助家里安排好我的后事 漫长的化疗过程痛苦煎熬 高昂的医疗费压得我和家人喘不过气来 在化疗过程中 我的免疫细胞和癌细胞同时被杀死 免疫细胞达到了最底点 整个人没有一点抵抗力 高烧不退 造成肺部感染 严重肺积水 呼吸困难 只能靠氧气维持呼吸 生命围在旦夕 每天发烧退烧循环四至五次 大汗淋漓 衣服被褥像被水洗过似的 整个人就像活在人间地狱一样 在化疗到第八个疗程时 血管被化疗药物刺激的找不到了 怎么继续治疗 高昂的医疗费难以承受 天无绝人之路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成就佛源 让我接触到心灵法门 通过学习佛法让我知道 一切都是因果 大病都是业障病 只有好好学佛才能得救 2018年5月3日 在师兄们的指导下 我开始做功课 刚开始学习心灵法门时 信心不是很大 功课做了没有多久 在一次上新乡的时候 遇到了感染 灵性卡住了我的脖子 让我喘不过气来 我害怕极了 过了一会儿 我就在心里不停地喊 菩萨妈妈救我 菩萨妈妈救救我 过了一会儿 灵性放开了我 让我坚信 有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6月2日 家里设立了佛台 同时也收到了师兄们 住园的67张小房子 每天早上 跟购兄群做早课 游灯天天接连华 观世音菩萨没有放弃我 我身体一天天好转 在给房子的邀请者 烧送110张小房子 我在家里不再害怕了 给过世的父亲 爷爷烧送了80张小房子之后 不再梦到亡人了 而且不断有迹象的梦境出现 小房子真是神奇无比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帮助我的师兄们 我的功课也调整了各49遍 但还是不敢许大愿 心里胆怯怕违愿 师兄鼓励我 愿力越大 你的功德越大 你的能量越大 宵夜越快 一觉奉行 按照师父传授的重病 患者许大愿的方法许大愿 于是我按照师父的教诲许下大愿 一 终身吃全醋 二 终身不杀生 三 一年内放生三千条鱼 四 一年给自己的邀请者一千张小房子 五 扛呼后一定献身说法 就度更多有缘众生 这样经过一个多月 我的脸色开始有了变化 由原来的暗红变得有血色了 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有劲 三个月的时间 我再去做检查 身体各项指标正常 恢复到健康人的状态 亲身体验到了佛法的法力无边 每天都佛光普道 法喜充满 身体的变化 让我更加坚定信心 学习心灵法门 我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郑重发愿 我要做观世音菩萨的前手前眼 一门紧进 永不退转 机缘成熟 一定要成为师父的弟子 向精进的师兄们学习 在弘法的路上 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人 让更多的有缘人 能听闻佛法 离苦得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 身体的好转 让我 身体的好转 我就利用自己的一些小特长 力所能及 去帮助师兄解答 解决佛台问题 买板菜 做佛台 做佛台 未来等 今天在此也向师父和师兄们汇报一下 我目前身体情况 我在9月2日又去做了一次检查 结果一切正常 身体健康 同时在菩萨妈妈慈悲保佑和加持下 我找到了一份非常满意的工作 以上是我分享的点滴感悟 但愿我的亲身经历 能让有缘挺道的众生 匆匆受益 让还在学佛犹豫徘徊的师兄 一定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相信师父 相信心灵法门 一门精进 让正在经历病痛折磨的众生 听闻我的分享后 坚定道心 只要真修实修 菩萨妈妈一定会救我们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和恩师卢君洪台长慈悲原谅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舍命红法的恩师慈父 如君洪 如君洪 如君洪